亲爱的家人们好啊 我本来退群了 不想再扯淡了 但是有人讲到淞沪战役 还有讲到南京保卫战 我不得不过来说几句公道话 讲几句真实的历史 第一 我们从淞沪会战开始 淞沪是抗战 蒋介石拿了老本跟日本人拼的时候 所有的底牌都在淞沪打响了 国民党以每一天损失一个师的兵力 一个师多少人 1到1.5万人 老蒋的精锐在苏湖平光了 一天一个师 包括老蒋精锐当中的精锐 那就是两个机械化的德国师 所有的兵器 所有的战略指导 包括师长的参谋人员都是德国人 他们在四行仓库打了多久 历史会嫉妒这一刻 拼光了 真的拼光了 而日本人打四行仓库 付出的代价也是两倍与三倍 日本人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德系的 国民党的一个师 而蒋介石就用了四行仓库两个师 拼光了 四行仓库才四百个人 也好像不是德系师 那不叫 那应该叫德系师啊 或者叫半德系师 好像有三个师啊 两三个师 包括老蒋精锐当中的精锐 那就是两个机械化的 我说话的时候请你尊重我 你闭嘴 你说话的时候我不会说 OK 辩论的时候请尊重对方 我先来讲 搜护 等一下讲南京 请你闭嘴 你等一下说的时候 我一定尊重你 OK 这是任何辩论的人的基础 这叫素质 抗日战争的话 不得不了 这个国军部队这一块 做出的丰功危机 但是现在往往聊这个 聊得太偷了 吵他妈的 老是封号子的 真正的抗日和土工 没有鸡毛的关系 村元我始终坚持我观点 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知道吧 绝对不是个好人 他是为他主资服务呢 对着呢 为什么到直到现在 村元发表了这个 转机用读 为什么 中国正规媒体 直到最近 我才截到图 知道吧 我这还有图呢 我回头把这图截出 为什么十几年以后 才过来 就说是 碧瑶呢 说转机没问题的 我现在有这个图 我给大家发过来 大家看一下 村元我始终对人 非常非常反感 这人不是个好人 首先他 没违背他主资的 这个医院 他如果违背他主资的 他不会高升的 他最后到 那个呢 到那个 旁边大学 当校长去了 算是高升的 而且政协委员 知道吧 政协委员那是 经纪干部才能 才能当的这个级别 他这说的不对吧 崔永元到传媒大学 没有当校长吧 就是给了一个什么 电影方面的 一个一个回忆性质的 一个资料管的 一个负责人吧 而且崔永元 还是继续受到打压的 他说的也不完全对 对转基因的看法 现在中国是分成了 天壤之别 大相径庭的两派 是吧 普遍的多数人 认为转基因 还是有害 他可能认为无害 他认为崔永元 也代表某一个 利益集团了 这是他的看法 但是在中国 这些东西 都没法讨论 当然 引进转基因的时候 农业部的人 应该也得到好处了 那些美国的大公司 听说还有邓小平家族的人 在里边掺和着 你请请你搞清楚 那是最后几百人 前面两个师拼光了 我说话的时候 不要打断我 请尊重我 四行仓库 打到最后 剩几百人 前面是两个德系的师 OK 这个人他就瞎说了 四行仓库才多大地儿啊 能容纳下两个师吗 就是四百人 对外说八百壮士 领头的是个团富 团富不是副团长 就叫团富 一个上校谢进元 广东大谱人吧 就是眉县的客家人 应该是 广东人是肯定的 谢进元 后来因为挨着租界 苏州河对面就租界 后来英国人出来调停 这四百个人死了不多 死了十几个人可能 后来那个放下武器 然后他们叫孤军团吧 叫孤军营 给他们囚禁在英租界了 也没把他们交给日本人 但是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英租界 后来谢进元团长被叛徒 他手下的人给杀了 你请请你搞清楚 那是打到最后几百人 前面两个诗拼光了 我说话的时候 不要打断我 请尊重我 四行仓户 打到最后剩几百人 前面是两个德系的诗 OK 我们再讲孙户 你又讲崔永元 你是不是有病 你又没话说 请你打住行不 等我把孙户说完 再说南京 OK 我们再来给你扯这个 所谓的转基因食品 好不好 这我前几天才从那个 你是不是有病 某个新闻上我看的 对吧 你有病 我们再讲孙户 你又讲崔永元 你是不是有病 你要没话说 请你打住行不 等我把孙户说完 再说南京 OK 我们再来给你扯这个 所谓的转基因食品 好不好 这我前几天才从那个 某个新闻上我看的 对吧 我截了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崔永元 这发表这个转基因诱读 过了20年了 是不是 大概我觉得应该有20年了吧 没有20年差不多了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 必要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崔永元 这狗是个 非常非常隐藏的 很深的一个骗子 知道吧 他脑子他不笨 他这个纯粹是坏 知道吧 纯粹是使坏 这个人 不是个好人 他骗了很多人的 把你转基因 打住行不 你转基因 还没我知道的多了 我在美国六年 我知道什么叫转基因 回头我告诉你 转基因 你可以打住不 让我讲完 老蒋在松户 根本人真的是 刀对刀 枪对枪 拼了 但是这里边 有一件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 打出江西过来的两个师 支援松户的两个师 遭到了彭德怀的袭击 这两个师 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在江西 跟共产党干上了 回头再讲这一段 因为它是历史的一个枝节 它不是重要的 所以我说老共打国民党 这个就是事实 其实他们要去松户 支援松户 松户可以这样说 老蒋评光了 老蒋在松户 老蒋在松户 打了一个月 一天 一个师 你算吧 一个师是1.2到1.5万人 你算算32天多少人 自己算 老蒋评光 谁要说老蒋不抗日 你的良心 混到那马桶里洗洗 再拉出来再说 老蒋不抗日 松户 把蒋的主力评光了 哎呀 动感情咯 哦